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带你去宝可集团三分钟 用约末三分钟时间介绍宝可梦卡牌 可能是你看不懂的使用方式 或是有趣的combo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2023世界赛Day2 输家性选手在焦点直播桌上 秀出一番操作的波士可多拉 将二座是VSTAR 铝钢龙VMAX这套排行 加入了一组波士可多拉外 还投入了超少人关注的宅火荒野 接下来就用天线来解析这三张卡的用途 那么来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订的帮忙订阅下吧 破语机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这套大量发展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新的文章 波士可多拉V HP230 钢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严崩 一钢两无打90 对手两只被战宝可梦也各受到30点伤害 第二招狠心一级 一钢45打基本150 若对手战到宝可梦身上有放置伤害指示5 则增加150点伤害 1.快龙V 强龙之风打出两下之后 被战宝可梦会各有40点伤害 加上放逐大多数遇到阿尔洲之牌型 前期看到马拉菲都直接将他放逐 此时就能运用波士可多拉V 一次拿取3-4张加伤卡 2.沙奈朵夜克斯 这副牌一半的宝可梦弱点为刚属性 包含拉鲁拉斯 奇鲁丽安 沙奈朵 除了运用弱点将他们昏厥外 我们也能将沙奈朵夜克斯填完后的伤害指示5 利用光辉胡帝的特性 一次收取两张加伤卡 3.破坏性高伤害 可以看到这位牌有补足阿尔洲之内战时的伤害 例如光辉胡帝 灾祸箱 奖救药袋 除了应对宝可梦Vスナ能造成加伤卡优势外 面对VMAX或沙奈朵夜克斯这类HP310以上的宝可梦 也能运用波士可多拉V将其昏厥 波士可多拉VMAX HP330刚属性V进化宝可梦 第一招断裂盾足 一缸两五打150 将对手的排库上半一张卡丢弃 第二招极具猛撞 两缸三五打270 这只宝可梦也受到30点伤害 1.古剑暴夜克斯 第一招能很舒服地打掉古剑暴夜克斯 且国际版古剑暴大多变成R周术的形状 也有机会在中后期运用招式效果 喷掉胶做切换机或超级能量回收等关键资源 2.必要时进化VMAX 这副大多数要做的阵容为两只R周术Vスナ 一只铝钢龙或波士可多拉VMAX 强迫对手将三卡223拿完 进而赚取更多的回合数 3.一拳一只Vスナ 铝钢龙的VMAX伤害220点 面对B2对夜克斯跟古剑暴夜克斯能有不错打点 相对应的波士可多拉VMAX可打270 虽然没有波士可多拉V的300来得高 但即使贴富了双重窝能量 也能运用光辉湖地将灾火箱或波士可多拉V铺的伤害 来昆厥宝可模VSTAR甚至VMAX 灾火荒野 积极长卡 双方所有的基础宝可梦都宝可梦除外 撤退所需能量各增加一个 1.沙奈朵夜克斯 这套最强大的主流拍型 换位的方式仰赖沙奈朵夜克斯甜的后的撤退 一张宝可梦交替或离动神都没有放到 前期压灾火荒野 可限制对方贴能撤退让梦幻上来绿牌 也可让想换下场的梦幻 需要填到两颗能量也就是40点伤害 大幅降低下奈朵夜克斯的绿牌速度 2.放逐 放逐系统在用了喷射能量以后 能藉由简单的手贴 同时满足花料缓缓的换位及撤退 压了灾火荒野后 我们一样可限制放逐牌型的绿牌节奏 3.密勒敦夜克斯 这套牌在国际版虽然没有宝可梦卡牌151 但这次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人选择 讲细了打法可可这部影片 然而这套甜人的电气发生器跟龙龙羊 都只能填被战宝可梦的情况下 通常会使用一到两张撤退无虚能量的宝可梦 这时有了灾火荒野 就能限制住甜人的速度 后期也将能避免雷修B的高爆发伤害 看似简单的三张卡 却延伸出这么多战术 这场直播让海内完见识到台湾的构筑能力 可说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好的 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的阿尔佐斯是否会想要投入不适可多拉呢 都欢迎留言在家讨论 喜欢没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